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一集也会在下一周才会上线在Podcast 所以你平常有在听Podcast平台的话 下礼拜你再回来听你可能会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们是透过隔周这样子才会发片这样子 然后后续也会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所有频道里面会想聊到布莱西的内容 因为我发现蛮多年轻的戏迷可能在听我们讲到一些内容 会觉得有点无趣 因为会可能是我们讲太老了啦 也不会到太老 可是我们的同温层就是在那个阶段 最喜欢的可能就在2000年至2012年那个时候 对 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 那个时候是我们最喜欢的霹靡时期 我们在很多要讲到Podcast的题材 就会想说聊一些 哦 我们听得懂 不是系名也听得懂 但是我们要聊这些东西 就必须要聊我们最熟悉的内容 对 然后或者是我们最印象深刻的啦 对 所以我们今天 有点像是加码场来聊主要跟播的剧情 辟邪玄黄大结局 在你们现在听到的上礼拜就是辟邪玄黄大结局 必须要说的是辟邪玄黄也有点像是加码演到4142 对吧 感觉啦 因为这个集数看起来就不太 有点机灵 对 不太平常 对 这让我想要上次的霹靡天约 到3132 3132才正式把莫伤 什么等等的解决掉 所以我觉得或许是真的是没有写不完 出现才会出现这样的集数 好 也许就真的是写不完 所以就我们来讨论一下说 这一次的剧情里面 我们会聊到哪些内容 就好像比如说今天的Podcast 我先来讲 我觉得这一档辟邪玄黄让我很有感的是 PD App的画质提升 对 因为换了一个新的App 对啊 很像Flyday平台 你不觉得吗 对 我觉得那个界面真的好用太多了 对 就是直觉很多 我觉得直觉就是我们使用者习惯的问题 是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 比较支持原本的版本的戏民 就会想说新版的哪里好用 但是我要先说的是 新版明显的 让我觉得画质比原本的提升很多 是 其实原本的PD App 它的画质 我觉得就比一般的串流平台高很多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是PD在这一方面投资的用心 我觉得有让细米感受到说 如果我今天不买DVD 我是不是用手机平台 或者说我用平板 用电脑 用网页看这些东西 是一样的画质 我甚至觉得它也比DVD画质高很多 这边有一个小学问科普 是 就是其实你知道DVD最高压的画质值能多少吗 哦 我知道480P 对 480P最高 嗯 这是最高 呃 480P是其中一个 其实现在好像可以压到720 可是 对 可是我觉得那是硬拉的吧 那是硬拉 对啊 然后以至于画质没有到那么的高 嗯 再来就是要看你的电视能不能解析到 对 这么高的画质 对 其实有时候也是跟电视有关系 所以考虑到蛮多收视习惯 蛮多人就开始用手机看 我相信有些人看神话版本的霹雳也都是用 哈哈哈哈 也是用手机看啦 那我觉得现在已经提供一个新的串流平台 你们可以考虑看看 嗯 那现在霹雳也独家夜池跟Friday合作 那有些有在看 跟我们一样有看其他戏剧的人 你们也可以考虑看看用 Friday看 可是我自己觉得Friday的画质是我相对来说比较不推的 其实他就是比现在新的APP差了一些啦 就是很明显的会有格子 嗯 会有颗粒感 对 就是你 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 对 Gavin本人来说就是 看布袋西他是一个享受 嗯 我希望他是给我一个很放松 不会让我有出戏的状况 对 所以Friday他让我觉得有时候会很出戏 所以 我这边之后我们其他的内容 我们会聊到串流平台 哪一个的画质比较高 嗯 比说大家常看的Netflix 还是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用Netflix 来去看刀说艺术 啊对 刀说艺术有放在上面 对 画质也相对来说也蛮高的 是 所以你们都可以考虑一下 那聊完了 我们平常用什么平台来看布袋西 那我们就直接来聊聊今天的主题 辟邪玄黄 是 这个大总结嘛 对啊大总结 来啊我们不免俗先来问 嗯 这一档最喜欢哪个角色 如果问我这一档最喜欢的哦 我本来会讲佛剑 但我其实 还是蛮喜欢乐无缺的 尽管这过程中 他的有些表现 不是这么的优 不是这么的好 我其实最后真的啦 我最后看完我有为了乐无缺 流了蛮多眼泪的 就是他有拉好尾盘是吗 对我来讲是有的 好 那我个人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共同答案应该都是有佛剑 对佛剑真的是有好看的 但是我必须要投给一个 大家可能会有点意外 嗯 但是我必须说他是整档避损环 我最有印象的角色 嗯 我好像知道是谁 就是虚语 嗯 就是应该大家看我写评论 写心得 很常提到虚语 嗯 看得出来是你对虚语真的有爱 与其说对他有爱 我觉得他的剧情算是霹雳很少数尝试的一个 题材 题材 嗯 那霹雳的机器人不乏其数 甚至在30年前就有自批 对very long之前就有了 对very long之前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虚语 他有点把电影题材的东西 再度衍生在霹雳的上面 是 对啊 我觉得个人觉得 我蛮喜欢虚语的心情转变 对于我来说 他算是一个霹雳的题材的不同 嗯 以及说他在探讨这一个角色 他的明显转变 以及我自己在看戏剧 我最喜欢看的内容就是成长 嗯 虚语是有明显的一个成长过程 是 即便他在中途有退场 但是也过两级他又恢复 对 就是重新再来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喜欢的 再来是还有一个角色 也是我个人蛮喜欢的 那个人就是凤赏 哦 我们的灰魔象君 对 我们的越南方 哎 后来还变金天子 对啊 但我觉得他更像天者 天者 哦 你说那个电剑是吗 对啊 其实我觉得他那样子更像天者 可是我好像很少人这样讲 我觉得他比较像那个杨丽花 哈哈哈哈 哟丽花 呱丽花 呱丽 呱丽 就是凤赏啊 我觉得他在 这边也要提到我们心得里面 很常拿的一个片段 我真的觉得 这一段剧组在拍摄 凤赏跟凤燦之间的交换 拍的超级好 那一场 反模的那一场 反模的那一场 他有做出挣扎 你不能是凤赏 对 你只能是 你要是凤燦 对啊 来忽子一巴掌 对啊 我就忽来忽去这样子 那一场 对 那一场真的是拍得很好 我觉得那一场真的拍得很好 以及 我们光看最后大结局的时候 也可以发现 蛮多片段也都用那一段 对 其实我觉得那一场真的很重要啦 对啊 所以代表剧组真的是 有用心拍摄 嗯 然后再来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满意的角色啊 好我这边先插入一点 我们这次在录Podcast 以及我们 可不可以看 辟写玄黄篇 我们有参考一位道友的问卷 对 那个问卷会有填写 对 我们就是以那个问卷 我们自己有写的角色来说 那我这边还有一个 想要提到 我很满意的角色 其实它是一个双人组合 双人组合 应该听到这里可以知道 最近有哪一个双人组合很红的吧 哦你是说神道师跟 其中的群红 对啊 你不觉得这两个 友上表现得很好吗 在辟写玄黄 对啊 而且 尤其是红 对 在尾盘的那一场 哇 那一场武戏 真是 好帅哦 太帅了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 我们有Soundshot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就真的有用心在对那个 时间轨 我剪出来我想说 其实我原本想说 哦应该会有点难对 结果无为和 完全无为和 就是我剪上去我还没有 很认真的在对音鬼 就发现 哎很合哦 而且 几镜一模一样 对 然后我上次上传到社团的时候 我发现 哎呦老师有按我赞 哦对 不知道是不是他操的啦 因为这个 那个女友的操我方式 很像是他的手笔耶 是哦对 他有在拉袖子 对 可是又很像另外一位师傅 我不确定哪一位啦 或许 哪一天也可能现身说法一下吧 我们想要聊 就是想要跟超偶师来聊一下 可不可以看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很可以聊很多东西 对啊 他们可以聊更多啊 我记得以前他们还说过 我记得他们之前上木曜有说过 以前布莱系 就是在布莱系片场有所谓的 灵动事件 哈哈 十方灵动事件 可是我觉得那个都很靠腰 就很可爱哦 我觉得 对 原本应该是七个 哦怎么跑出来十个 对啊就 哦是刚刚绿Key忘记关了 这个真的是很悲烂 很可爱 那这么欢乐的时间 我必须要插入一个 比较沉重的话题 是 一样是问卷里面有问到的 嗯 本档最失望的角色 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有共同的一个人啊 来你先讲 我觉得天地主宰 好 天地主宰 我们就先说原因好了 嗯 我觉得天地主宰 是因为冰封爵 本来就应该要有他的戏份 对 然后 当时编剧也在直播间有说到 嗯哼 他希望 当时把所有重力放在汉族 对 也就是皇帝那一条嘛 对 所以等于 天地主宰线被延扣 对 也就是被延扣到这个时候嘛 对 然后 以及冰封爵在初期的确很乱 但在尾盘 后面20集就会看得很爽 很爽快 嗯 因为我觉得有专注在一条线上了啦 对 那我觉得在这一次 碧姐玄黄 理论上 应该是以天地主宰为主角的一部戏吧 就是他是应该是 这一档的大魔王 对啊 不会像 就是即便我有神道师这个角色 嗯哼 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子抢掉天地主宰的风 就是风态 就是好像不会去抢他的戏份啊 对啊 你看 我们再举冰封爵好了 嗯 冰封爵相对来说 真的是对我来说算是一个 近年来的家作 比较成功的作品 对 家作 我们就举同样的 一向有像 旁之角色 嗯 那我们知道大魔王就是 皇帝 嗯 皇帝在扯出 秒风云的动机 对 然后以及 我旁之角色就有一天玉 嗯哼 或者是说吉郎 对 或者是说像 侠阴建民 嗯对 这个组织 但是 同样全部都扯在 汉族身上 对 然后即便 谭吾玉在旁边 抽丝剥剪 在做很多事情 都是跟汉族有关 对 顶多 会变成是眷收天 就很像打酱油的 因为眷收天 虽然有天剑飞天 这个角色的主线 嗯哼 可是其实它不影响 整体的剧情 它有带动到说 哦 整体剧情 必须要因天剑飞天而动 可是大家还是 专注在汉族身上 对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 天地主宰 收集副本 收集 黑暗大法师元素 哈哈 相对来说 花了很久的时间 可是 嗯 它有点像 曹林却主打的一个slogan 这次不毁天灭地 我只想统治世界 嗯 你的统治世界是让动物起来跳舞 诶对哦 这边我反问你 那你觉得天地主宰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它就是要一个自己的世界 而这个世界是没有分别的 好比说我家养的猫周有七 嗯哼 它不是宠物 它是要跟我平起平坐的 嗯嗯嗯嗯嗯嗯 它甚至不能用人来称呼它 它是一个零 哦对对对对 懂吧 对 我应该没有误会吧 泰妮可以解释一下 我 我没有见解错误 因为上前两成几周 现场座谈会啊 其实因为有 店长就是有特别 有点像帮大家问 你们有人看很懂 天地主宰要的是什么吗 对 然后我 我也是他讲完 我才回头想 哦对耶 所以才要 才要肇事大家 因为肇事大家 那才让人家没有智慧 那让人名 让让人类失去文明 呃 然后好建立平等的世界 这个说法有 有一点盲点 怎么说呢 其实它是要创造大家是同一个思维 可是没有让你没有 思考空间 嗯嗯 你们思考是在同一个水平 你们是在同一个理念跟观念 嗯嗯嗯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天地主宰在理想方面来说 这个魔王是成功的 是 可是 不成功的地方就在于 他的作为没有让人家感受到威胁性 嗯 就是大家 哦大家就知道我要把它解决掉 我要把它处理掉 可是 为什么要处理掉它 因为它让世界乱了秩序 嗯 可是它乱了秩序 是有一个理想在 嗯嗯 即便人民自相残杀 古今到内 嗯 你看以前的魔头哪一个不是让人民自相残杀 哪些时候不是用天灾人祸来造成 世界乱象 嗯嗯嗯 相对来说天地主宰的世界乱象是 很不具体的 就是 其实它 就像你之前讲过 它就是个理想家 对 这个 它要做的是太过理想了 所以在呈现上 对你也不能说它错 可是 嗯 你要去讨伐它又很没理由 对 因为它并没有说 好比说像有些魔头 它为了创造自己的理想 好比说 我们以荒帝来说 嗯 它创造的理想就是 我必须要为它的人民找出一条深入 是 所以它侵略人界 对 那它侵略人界 它也算计人类 嗯 所以人类不得不保护自己来讨伐它 是 来创造一个最终一个平等的世界 嗯 然后就像以前君都说过的 哪一个新世界不是用战争套来的 哦 对 对那个时候它讲到这样的话 对 因为你失败了 你才会变成是侵略者 是 你成功了 别人只会赞颂你是创世主 嗯 这就是之类的这样子的话 那我相对来说 我觉得天地主宰 它可惜的点就是 动机不明确 以及 我觉得这一点是 我觉得这档 最可怕的一些 嗯 一些事情就是 这档 很舍不得收人 哦对 比起冰封决真的是 哦有时候会想说 哪一个 又死啊 怎么都还没有 然后这档事就觉得 怎么还没有死啊 对 曹林雀也是啊 曹林雀也是想说 这个应该会活个五六集 下一集 这个礼拜登场 下礼拜就说 拜拜 有些角色会这样子啊 对对对 我想说 曹林雀不是收人 收的最 最猛烈的吗 对啊 它是收的最猛烈 我刚才是要讲 哦我听错了 我想说 哎 它不是收人最猛烈 哦相对啊 相对下来的话 曹林雀整个收人 就是毫不收乱 然后以及 避邪雄王的角色太多 嗯 我觉得它 没有像冰封决那么多 可是 也没有到曹林雀那么少 啊对 曹林雀是 近年来 我觉得人物出现的 就是 数量相对来说 少很多的 对 它真的是 就是 一部扑克牌出不完的角色 对 以前的角色多到 这扑克牌 还不一定收入的到 有些角色 对还出不完哦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就像有些道友有讲到 它没办法像 弃天地毁天灭地 因为 人物要多不多 要少不少 每个都很重要 因为尤其像我们 上一次 应该说我们近年来 的剧情 都相对来说 有写很多小角色的故事 对 所以 会舍不得收人 我觉得是正常 因为每个都是编剧的爱 就是 对 它的小孩啦 对啊 不希望他 死在路边这样子 对 不想要让他收太随便 不想要像太学祖那时候 哦 你知道那时候在看天启多过分 大概一个礼拜 会收掉十个角色游吧 对 差不多 超多 那时候 扑克牌也出不完 这样子 哇你对天启的收藏 真的是 很有怨念 因为 我 你有蛮多次都有提到天启这个例子 好比说 雨潇潇 你看那个死的 原本想说他死了 结果 他好像中间突然间 活了 活了 结果活了之后 没多久 走在路边又死掉 又死了 靠腰 那你刚刚前面那他活干嘛 好比说古登佛 好不容易有造型出来了 嘿 这两极石 对 你看 然后那个 诶 杜万一圣的那五个天王 对 那个他们有出场一段时间啦 可是他的其他四个造型跟那个 就是 比起破侠求蝉这个就是一个 他们那四个好惨喔 只有武器不同 那就刀龙了 那就刀龙了 刀龙了 那天气可怕的点是 我以前啊 我没有说准时收看 我以前是可能哥 就是我即便出来了 我可能到礼拜六礼拜日 哦 你不会当天礼拜五就收看 对 因为那时候我 不知道还是 别人租片 我跟着一起看的状况 以及是说 我那时候还是学生啦 我比较年轻一点点啊 那时候再准备考试啦 啊对吼 那个时候你才国三耶 应该是哦 因为 我不想承认 好 我不想讨论我年轻的问题 我想到来说 其实这样子讲起来 我应该是年轻人哦 对 那时候是年 对 你算年轻人 对 我算年轻人 好 好总之呢 嗯 在天气时期 收人收的不收人 所以 以至于那时候 我已经练就 强大的心脏说 这角色登场 我不怕 他有可能会死 对 但是 辟邪玄皇有时候 就会出现 好比说 特立 名城结果 哦对 那你看我们Podcast 也有讲到 对我们Podcast 想说应该 这个应该可能 几集就收的人 对啊 结果活到二十集后 好啦 诶不要讲 天地主人其实有收人 就是收名城结果 可是因为他的重要度 就是让你觉得 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你就会觉得 天地主人没有战机 这个大纲在现场有讲啦 他就说 因为其实大家会没有感觉 天地主人没有收到的 是因为他收的人 可能没有让 没有让你们觉得那么重要 对但是我觉得 这 这个有点不是理由 对 我觉得 要让人家有威胁性 嗯 不一定像荒帝 因为我觉得荒帝 他收掉剑锋云 很有理由 是 所以 以至于当时剑锋云退场 真的是让所有人傻眼 就想说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收掉剑锋云 对 就是很意外 会是收他 对 然后 对啊 以 当时的剧情来说 我还比较希望 岳无权被收掉 对于我来说 我已经对剑锋云有感情了 因为他就是从 静旋路 风云而成长到现在 好不容易就是 开始倒吃甘蔗的时候 他就会变束缓针了 不是啊 我是说他变成了 现在那个样子 对 好不容易变成一个主角 可是却为别人牺牲 对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情感的拉扯 就是 大家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角色的重要程度 是 就好比说 天地主持 还有收掉一个人 我觉得很可惜啊 好比说虚语 对啊 虚语被他收掉的 对 被他收掉的啊 被他打坏的 第一代啊 虚语 算是1.5版 对 原本是0.5嘛 然后中间变成1.0 对 然后现在 在打他的时候变1.5 对 啊之后呢 现在有一个二代 但是被formate掉 对 被formate 对 他reset了一次 对 对 所以就是虚语被收掉的时候 相对来说 对于观众的 呃 感觉会比较有 比较强烈啦 比较强烈一点 对这个角色有感情 对 可是 这个角色大家就知道 他不会死啊 对 就是有一些角色 你就知道他不会 他不会收 对啊 所以就是让人家觉得 嗯 天地主在 就是在剧情张力来说 真的是相对来说 很可惜一个角色啦 就是 尤其我最收不了的是 头都断了 我本来想说 好 没有收了你就算了 你就偏偏在这个时候 他要来一个 在翼祖行天 对 哦 那个最后生还者 其实真的觉得 有点多了 有点over了 其实我觉得 他倒不如在那个时候 把那一段就不要用了 你就直接让 天火烧尽的月无缺 我觉得这样子收 可能都好多了 就好比说 大家克制不住天 天地主宰 就好比说 即便 少无非 自愿牺牲 对啊 那或者是牺牲完了 真的没有办法打赢他了 再让天火食生 我觉得这都会比较 对 在翼祖行天 真的是我觉得 就觉得多了 对啊 打坏我对月无缺的印象 所以其实我最希望的角色 还有一个是月无缺 就是 应该说他原本的戏录 你本来还蛮喜欢的嘛 我在冰封诀的时候 都还很喜欢 甚至在碧姐玄王上半部 其实是很OK的 是很OK的 好比说 他那时候为了大家去 跟 那叫什么 利霍不是有一个造型 那个有特别的血缩 什么天谴战皇 还是什么 反正 你以为就那个角色 就那个角色 他就是 被断手 然后被 被砍到快死 那一段我觉得很有 很有感受 那一场就真的有觉得 哦 危险了 危险 对啊 就是真正的 利获这么强 这样子 就是魔王的角色感有出来 可是相对来说 就是 我觉得天地主宰 就是一直在铺陈 他是最最终最强的角色 对大魔王 对 所以必须 必须要一直铺陈铺陈铺陈 然后导致于之前的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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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觉得天地主宰 把我的岳武雀 也真的是 搞烂了吗 拉低一点分数 尤其岳武雀在这档 的戏份没有到很重 其实我觉得这一档 他应该 主角应该是 援武香 应该很明显是援武香 所以岳武雀显得就会有点 不够重要了 你看金银双秀 是 你看两个 如果以冰封诀 主角应该是眷收天 但眷收天很不主角 对啊 怎么差这么多 眷收天完全有当主角 只有轰测天下 那一段时候 对那个时候 那个最唱丘的时候 最唱丘啊 然后上半部都是以他为主 下半部就交给援武香了 对 对啊 因为援武香那时候很衰 一下子手被人家拆掉 一下子又要去被人家改造 对 对啊 所以你看 这档 点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在大纲的分配上 不是那么的明确啦 好比说你这一档 到底要捧谁 哪个动感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档 三条线分得太开了 对 虽然说神道须语跟 灰魔线 有蛮大的交流 可是你发现 那跟竞选线其实 有点分支了 有点远了 就是我们也知道说 主比的三个编剧 各自负责写的东西 对可是这一档 真的太明显了 这档真的太明显 尤其是说 我们看完 一样嘛 我们就 因为冰封爵太成功 所以我们的 嗯 比较版本就是以冰封爵来说 对不会是拿曹林雀做比较 就是我们这个 就不会跟曹林雀做比较 对所以 你知道冰封爵 他所有的剧情就是跟汉族 即便有扯到天地主宰 也只是一个分支线 对啊 顶多就是扫无非那边带一下 对可是 全部都是扯在汉族身上 没有扯偏 对啊 我觉得 这一档的大纲的分配 真的 我觉得没有把它 写得很凝聚 即便大家 我觉得在某一些段落 有刻意让大家再化整为一 对 化整为一 好比说破蒙 但是念蒙穹 我不会念国语 就盲墙嘛 盲墙 那个墙嘛 那个时候有尝试就是要让 全部的人就是一起 所有剧情收拢在一起 对 好那边是算有成功 我个人觉得算有成功 然后以及后面为了对抗 第一次的天地主宰 对 大家是一起出动的了 然后以及后面 我笑说原无相去跟人家讨论事情 就把那个竞选岛开在人家 在那个天坑里面 对 直接开进去了 我刚才讲到我其中一个失望的角色 是岳无缺 是因为我觉得在上半部 岳无缺的确戏份很吃重 然后下半部竞选的戏份 离奇的稀疏 对 而且竞选线的表现真的是 唉 真的是有点差呀 就是 我们也必须要跟 就是直比的边去 讲一句比较实际的话 就是你想写的内容 我觉得相对啊 来说对于大家 可能配合的同事 没办法介入太多 以至于你会写的很辛苦 因为变你是孤军奋战嘛 对啊 然后以至于 就是大家会去看其他的戏录 就会觉得 竞选的戏份很 变得很单薄 是 有点 大家最不喜欢 有一派戏名最不喜欢听的啦 就是很像在写神战啦 因为大家的想法跟理念很空洞 我为了竞选使命 我必须要做到哪些事情 对 结果 没有做 就是 到最后变成喊口号 就会变成是 他就只是个精神喊话 就是觉得好了 好 先这样子 对 对啊 你不觉得 我在看 最后 严格来说 应该是本朗 原本的大结局 如果在那个时候 如果以霹雳不爱戏的习惯来说 在月无缺跟 人无相 跟卷收天 最后要对抗天地主战 那一段应该会留到下一集的 下一部的第一集演 哦 对 就像 呃 就像 魔风的 结局是演到 靖旋路的第一集 对 但因为他们现在分组关系吧 所以 会尽量把它分开一点 可是我觉得那一段 就是很有结局的张力啊 因为你不知道 你有一个未知的危机 就是悬念 对 你有一个悬念 所以大家会想说 哦 那下一档 到底要演什么 嗯 因为 可能 战魔策的消息 因为直播 提早曝光 哦 对 然后以及说 大家对于这一个内容 嗯 太过期待 是 以至于大家 放更大的标准来看 辟邪玄黄的 大结局 嗯 嗯 对 不过我这边会觉得说 其实我 就是 40集的那个结尾 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那一 这一场的 气氛 就是那个把 把BGM拉掉 然后走 就是你刚刚讲的精神喊话 嗯 其实那边我觉得都很不错 我很喜欢那个气氛 我很喜欢他这样子做 但是呢 你前面真的 拉太久了 还有一个就是 过度矫情了 嗯 就是台词的 多寡 嗯 也是一个影响戏谜的感觉啦 对 我觉得其实 这个时候 真的就是 简单一句话就可以了 然后以及 我觉得佩瑞选用也很重要 哦对 因为其实在最后一段 诶 原本的片头曲 哦对 它是只有和声的版本 对啊 我觉得那个很赞啊 就是歌谣班他们的歌声 对啊 很有彩蛋的感觉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有 其实我在看那一集的时候 我本来真的也觉得 他怎么 我有点就是觉得好像 他在无限回去的感觉 让我觉得有点反感 但其实因为那个收尾 有让我觉得 哦我有起雞皮疙瘩 拉回一点分数 对我有起雞皮疙瘩 我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 好可以 我可以期待下一集 所以其实我们在看戏剧啊 很常是被很多原因 去影响那一段剧情 对啊气氛 配乐 还有他的张力 这就是张力啊 对啊 那 这边一样问卷 有问到一个问题 你最喜欢哪一首配乐 哦 配乐哦 好好回答 我其实真的很喜欢 慧剑玩菩提 就是问菩提舞系 他很有以前 琴海潮舞系的感觉 因为是顺老师写的啊 哎呀对啦 也有可能就是老师的关系 我会对某几个老师 因为真的特别有爱 好 那我个人呢 嗯 我会抱一个小冷门 应该是说这个角色 在我前面一直骂得很凶 可是我却很喜欢他的配乐 哪一首 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很喜欢幽名无名的主曲 哦 会反老师的 对很磅礴 我们要换个名字 他是影剑四七 他在写皮疙瘩不赖戏的配乐的时候 是影剑四七 对我要尊重他的名字 影剑四七 对啊 希望老师有听到的话 可以帮我们留言一下 魏凡老师很赞 对 魏凡老师超棒 我超喜欢 我对于他的歌曲 改天可以再聊啊 可是我必须要说 我对于他 最印象深刻的歌曲 是从花开河石 那首 那首歌 真的好听 我到现在还会听 然后我女朋友也会听 因为我女朋友没有看布袋戏 可是对 你看连布袋 非布袋戏戏名 都觉得好听了 对啊 七七 哦 会过啊 哦 对 就是歌词也很带动了 嗯 那我觉得在 这首配乐 就是在 《优名无名》的所有配乐里面 可以看得到 诶这个角色 他有一些配乐的元素 是比较 比较 电影版的感觉 对 很像那种 乐团 诶不是乐团 那个叫什么讲 乐 就是 音乐剧的那种 对对对对 真的 那种管学音乐感啊 哦 好听 那个就是很磅礡 很丰盛的样子 好听 然后再来就是 大家很喜欢的 就是 啊 问 那个 你好喜欢哪一首 没有 我刚才一样要讲问菩提 嗯 我喜欢的是他的角色曲 角色曲对不对 对 不过这让我想到 上次好像那个 PT英雄同乐会 有做一个调查 调查局有调查那个 精选87 辟邪玄黄 二元声带的 票选 对那第一名就是我讲的 慧坚王普提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首的 嗯 然后我记得第二名 是 圆无香舞的 气势曲 新的那首 爱国老师那一首 诶 气势曲是 就是他 是丁天牧老师写的 诶是丁天牧吗 对是丁天牧老师写的 记错了 哦记错了 因为最初的 圆无香的配乐是 丁天牧老师写的 啊对对对 然后丁天牧老师说 他有带 要保有那个 原本的 对对对 对对对 我忘记了 对对对 啊对对对 有吧 诶那爱国老师帮他做是哪一首 他是帮他做角色曲 啊角色曲 就比较 偏那种 文声气气 对对对对 对 啊 我对不起老师 没有因为我还是 我比较注意孙老师的歌啦 哈哈 孙老师你有听到 也帮我们留言一下 趁机告白孙老师 老师做的音乐超好听的 我很喜欢 孙老师很尴尬 哈哈哈哈 他说干嘛 cue我干嘛 欸不是啊 孙老师的演唱曲 也写的很好听 你看像前阵子的 梦中乐园 哦那首歌我 我一开始听还好 可是他是越听越耐听的歌曲 真的 他其实是一种 真的很好听 而且很有 其实我觉得很有 韩剧的歌的感觉 我啦我觉得啦 我觉得他蛮有 现在台语流行歌曲的 走向的歌曲 那说到孙老师 我就必须要说 在模册下一档 导模的配乐 会不会是他写呢 欸我也觉得应该要 因为孙老师 我没记错 他写跟霹雳合作的 前面几首 其实他的第一首合作 据说就是 心野残虹那一首歌 还是痴情花 我记得痴情花 跟那个都是他写的 对但是痴情花 因为上直播有讲 他的第一首真的是 心野残虹 痴情花反而比较是 他原本做的没错 但是跟霹雳正式合作的时候 是心野残虹 因为痴情花好像是中式 狂刀的片尾曲啊 好像特别做的是吗 对 其实应该说 可能是原本老师 原本就有的作品 然后只是他 因为跟霹雳合作 就拿来 就是有点像是给霹雳用 那首歌也很 以前那个时代 我们的情 我们的爱 而且那个MV竟然是 贺瑶跟莫超怒 可是制造歌本来就是 我印象中就是贺瑶的配乐啊 是哦 对啊不是吗 因为在剧中 其实我完全没有印象 贺瑶用过这首歌啦 我只有在后来的 霹雳英雄大全集的 卡拉OK的VCD里面 我才看到说 哦他的MV是用这个 是用这一对哦 那你知道VCD最高画质到多少吗 诶你这样考我 都忘记 360P吗 比360P还低 240P耶 我没记错是这样子啊 好低哦 所以大家有看到 那个VCD要卖的时候 就是大家 可以用着一个 把它当成 带回去收藏 不用把它当成看 那如果你要看老剧的话 还是去看新版的APP 都有翻旧 哦对 旧剧翻新 对 那我们其实讲了这么多 我们再来讲到一些 我们自己实体 对 碧结玄黄 有哪些武戏啊 还是哪些片段 特别喜欢的好了 那我觉得就整体来说 我们刚才有提到 我们最喜欢的是佛剑 是 但是没有讲到 为什么 我们这一档 喜欢佛剑 对不对 嗯 好 我觉得这一档佛剑 我们就直接先称赞篇局啊 义云写的还不错 对 有真的帮他平反了 就是 不愧就是戏迷友 在看戏就知道 佛剑 他应该是长什么样子 对 就是不怒自威啊 之前你在影片里也有讲吗 就是 对啊 我不用 我不用做什么动作 人家那个鲨鱼 就会吓到吃手手 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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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給他高規格 那就必須說他可能就像奇象 奇象登場的時候 他一樣有像所謂敲鐘還是幹嘛的 或者是說像萬聖妍那個時候 魔芬肆虐 然後佛劍出場 然後進化魔芬 哦 我知道你說哪一堆 就是好不容易把那個魔龍給 給進化掉 然後他從萬聖妍走出來那一段 然後霹靂西有進版本的佛劍 對我是覺得 比較接近這一個 對就是有敲鐘 然後以及他不需要 我覺得佛劍有一個 在後期有些編劇不會寫他 就會一直以佛劍為當成他一個 必須存在的要素 對 我們就說這一檔佛劍最優秀的一點就是 他不用出佛劍 每一個雜虎 也會嚇到就是被噴掉 對 就是嚇到Q氣 就是突然 你看那個百戀獅死多少次 對啊 真的幫他平反魔風時候了 瞎風 啊 瞎風 你看那個瞎風 像那個百戀獅死長的那個路 就是路人甲一樣 然後佛劍還出動冥王造型去打他 還打不贏 對還輸他欸 我覺得 那時候真的 不多說 哈哈哈哈 就是我們的喜好很明確啊 就是我們不喜歡的真的就罵得很兇啊 對 大家如果有跟我們是在同溫層的 就是絕對是 聽得很過音 啊歡迎你如果你覺得我講的也不好 你覺得那個神戰的時候很好看 你也可以不服來戰沒關係啦 那我們會站回去的 哈哈哈哈 這麼兇 我們比較兇一點啦 沒有我比較兼容病序啊 你要講我可以聽你講啊 對 我看你講什麼樣子 用到兼容病序去 哈哈哈 那 那好 講到佛劍 剛才說的不怒自威嘛 以及 其實佛劍才剛 在曹林雀的劇情來說 他是剛 脫出 險境 對他剛把 他剛付出很多力氣在抗衡的 對啊 結果他在這一檔是接著 繼續來 對啊而且是 強盜人家覺得 欸你上一檔沒發生事情 對 那所以這個有做解釋嗎 就是他訓 他有修煉一個 就是類似怒 原本是怒海修羅 對 然後後面是說 用什麼 就是有點像是以前 一夜書的 以邪斷佛一樣 對 之類的這種類似這個方式 就是逆天方式 對有點毀 有點毀自己的那個部分 然後去成就一個修行 對 用自己的命人去換宮廷 喔對 對對對 所以在這檔佛劍他 留下很多伏筆 以及說我覺得 在我們劇評也有提到 誰要舊角色都會很害怕說 大家會有一個刻板印象 跟一個期待度在 對 那我覺得奕雲在寫完 彈無欲之後接佛劍 他都有掌握到一點是 不要讓他一直活在一個過去的印象 但是我必須要讓他過去的印象 是留在現在大家在看戲的感覺 嗯 就好比說剛才說的 武學的造詣 那他新開啟的劇情線就是跟問菩提 以及范玉 對 他居然是滅渡聖者 對 然後一樣放起劍中的收穆去 啊對那個 往生淨土神咒 欸那一首其實很讚欸 可是都一直被遺忘掉的感覺 對 終於在這次 對 欸廣泛使用喔 對啊 滅渡聖者就是 雖然宮廷已經缺缺少了這麼多 嗯 還是繼續大無謂的捐獻自己的力量 這也說明他為什麼要這麼急迫的 必須得要再回來這邊 對啊 因為時間到了 對他就是得要趕快去充 去幫菩提術 就是 灌溉 充電 對啊 那應該要學一些 網路上的迷因啦 只要進爐開啟那個卷軸那一瞬間 不是佛劍就好 所以有很多版本啦 有素完整版本 也有小猜版本 對 好 那其實 佛劍在這檔 我們剛才提到這裡 就可以發現說 他有堅持住以前的一些個性嗎 對 佛劍雖然不是一個很會講話的人 但他有點像是急功浩義 對 他急功浩義不是說我一定要讓你看到 但是他一定要去做這件事情 對 好比說天罪時期 他打戰獸 拉龍秀 對啊 因為有你我才打得贏 對 可是你如果不幫我的話 我還是會去做 可是我可能就死在路邊 你如果忍心的話 你就這樣子吧 欸對 那時候的他就是這樣 然後龍秀就 好啦好啦 好啦 好啦 走啦走啦 我真的覺得龍秀 龍秀很可愛 龍秀的剋星不是劍子 是佛劍 是佛劍 然後也可以看到我們劇評有寫到 欸我覺得 每次在退場 就是佛劍退場 最有感覺的 都不是劍子欸 都是龍秀 龍秀 對啊 你看 轟動武林那時候佛劍變成黑色的版本 對 然後也是龍秀去救回他 對 然後以及 那個 奇相 收幕的時候 想念起佛劍營師的人 也是 也是龍秀 雖然劍子有啦 劍子還是有啦 劍子比較內斂一點 對啊 可是相對來說劍子比較像戰友 對 我覺得 三教頂峰的感情算是 滿特別的 其實大家都可能會以為 劍子跟佛劍比較要好 然後龍秀跟劍子比較要好 所以劍子是一個中間人 可是其實三個人的感情都算很平均的 對 他們是有他們自己的交友方式 對啊 天罪的時候我還記得驅士徒就是本來 好像劍子吧 就跟驅士徒說 其實佛劍跟龍秀的感情很好啦 然後驅士徒還一點覺得 蛤有嗎 我光想到就覺得好可怕 他們真的沒問題嗎 因為怕佛劍去制裁龍秀 對 因為那時候龍秀剛 反邪歸正 對 其實應該說龍秀沒有 沒有當過太大 其實他沒有大邪大二啦 他就是 比較為自己 對 他是為自己而做而已 好 那所以其實我們講到這裡就可以知道說 在整體最印象深刻的劇情 應該是佛劍的很多場武戲 對 就是佛劍他 比較少用高貴格武戲 你有沒有發現 對 他的其實沒那麼多 對 他即便就是現場打 也都是沒有給他客氣的在打 對啊 好比說在大雪原那一戰 其實我覺得 就是虎尾的片場這邊的拍攝 虎尾片場就是 就是一般拍攝 一般拍攝 對 並不是像土庫他們那個電影拍攝 不一樣嗎 嗯 那 不過其實講到佛劍 我是覺得 問菩提挺可惜的 嗯 其實問菩提應該照理講 這一檔他的表現 我覺得不應該只有現在這樣而已 因為他其實有點依附著佛劍而生 所以我覺得這是易雲耀面對的一個考驗 就是 創新角這個部分 對啊我覺得 這這一點倒是真的 就像我們說 嗯 呃我們在很早之前就已經推測出來說 問菩提絕對是 競選九星的其中一個 即便片頭選沒有出來 對 我覺得還是都猜得到啦 因為光那個啊 那個嘉蘭星聽就知道是佛教的人啊 對啊然後又加上 捧問菩提成這樣子 對只是 問菩提其實我覺得 他的表現 沒有讓我覺得 特別的好 對 也沒有到特別的差 像其實前期我覺得 他其實應該想要把他寫的像佛公子那樣的感覺 可是 就是我覺得可能沒有到 所以後面就變像我們看到這個這樣的個性 我覺得他比較像 我覺得他有一個稱號算蠻好的 叫玄機公子 嗯對那個 那這一點有體現在他劇情裡面啊 因為第一個他就專門出策略 對 所以在 好比說佛劍在往前衝的時候 有一個人幫他拉住 對 所以我覺得 再這樣子一搭一搭不算差 但是針對 所謂的競選九星這個身份 薄弱很多 所以也就會跟我們前面呼應到 競選九星的 競選線的劇情跟其他線的交集性很低 對 就是我們知道他是競選九星 沒有然後 而且看得出來其實他們編劇應該是要把競選九星 當作是一個主線的發展 對 可是好像就顯得 我覺得顯得不夠重要了 嗯 對啊我覺得很可惜耶 當初在競選路下去的時候的搜目 其實那時候大家對競選線是有很大很高度的期待的 做了其他你想發表什麼意見 哈哈 他想當競選科 他當競選者吧 他當白玉紅好了 哎呀白玉紅 白玉紅 對啊有一個 他不見了 對啊然後再來就是白玉紅在當時的劇情我以為他是那個 他是 突然間想想忘記他名字 有名無名派來的 啊你說臥底嗎 對 對這個是沒有交代的還是 只是我們 被劇情打亂 是不是我們自己腦補了對不對 對 其實我這樣應該就真的很單純就是一個小孩子啦 可是我一直以為他跟那個寵物 就是那時候有一隻豬跑出來的 可是同一個人 哦 就是好像有關聯對不對 對對對 所以這個 好我覺得這也是這檔 在很多劇情分支上太多了 嗯 所以相對來說 但是我覺得你講的或許有可能 你看那個一花君 對啊後面又扯出啊 你看到了突然出來 其實也讓人家很想 要不是有提醒到 對啊 真的會忘記這個設定喔 對啊忘記這個設定 所以 我覺得補設定跟增加設定 或者說提醒設定 這又是好幾回事 我還記得那天你講到石魔元素 都會啊 欸你沒有跟我講 我其實真的忘記他有講過這件事情 石魔元素其實在 孟丹青這一條線身上其實 琢磨很久 對 然後實際有這個名詞下出來 我其實不太確定是哪一集 但有這樣的 有這一個 大概提點到 嗯 然後在天地主宰第一次合體 是 那個時候就有特別演出說 謝天賴拿這個來威脅元武香 哦 因為他注入毒素 對 所以後面才會有一個 元武香擊潰謝天賴是用 哦 炎王爵士 對 因為他有辦法克制住 對他可以用這個 這樣的石魔元素 來使用這個招式 對啊 所以其實這一點 呃 可以稱讚太平說 喔他在這一點有想到以前寫過什麼樣子的面 對他很巧妙去運用他以前的設定 對可是也會相對來說 元武香在這檔 雖然是主角吧 嗯 應該看起來是這樣 不用看起來是這樣 他絕對就是主角 因為 你看月無卻不在的時候都是元武香 對啊都是他在主持的 好以及 競選島上面的人物 少得有點可憐 這一點啊 其實在那個 前幾週的那個座談會有 現場也有人說出來 嗯 那次有表示說 怎麼感覺競選島的人 有點少欸 跟人家比起來 嗯 對 但我覺得當時 大綱的回覆是說 呃 其實是分配下來 覺得這樣子比較剛好 這樣子 但我是覺得 嗯 我覺得就是他這一檔真的是分得太開了 分得太開了 戰力太分散了 對啊 然後以至於 我覺得元武香他就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 嗯 沒有人可以死了 沒有人可以再失敗了 所以他不能失敗 對 所以他有高畫質 丟標槍武器 很棒很讚 就是 真的是很讚的那一場武器 你另一半有算 算過那一支有幾支鏡頭 喔對但我忘記了 他有跟我算出來 但我 但我記得他算出來的數字大概平均是 一秒會快有兩支鏡頭 對至少兩張喔 所以他不是一秒一張囉 一秒可能有兩張的鏡頭 有時候會有這樣子的狀況啊 對啊 欸這個很猛欸 其實這個分鏡真的是 就是很希望莫堪能夠繼續寫回九 那個 九界岩武啊 哈哈哈哈 讓這一段漫畫 慢動作寫出來 你就會知道那一段到底多多 多多卡 喔那真的超多卡的 對 或許我們也可以自己做做看喔 我不要 哈哈哈哈很累齁 好累 另外一個是那個 我們剛才講嘛 他沒有敗擊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講 第一次天地主宰登場 拿出去當成擋箭牌的是誰 靜濤君 喔喔喔我剛剛也以為你要講明成傑火 明成傑火有啊 然後再來是靜濤君啊 對啊 然後用不相只是斷一隻手然後就變更強 喔對啊 手拿去改造了 對啊 拿去給姓咪以外的人 看姓咪會不會生氣 哈哈 姓咪就說 你怎麼可以送 不是送原廠呢 對啊對不對 因為我記得好像有講原因齁 沒有啊那個是因為被毀滅掉了 等於是重新打造一個新的玄解 對 只是我記得好像有 那時候有講說為什麼不去找那個 因為姓咪也不在 對所以他才去找神道師 我記得是有這個設定的 應該是有啊 有特別講啊 有特別說這個東西 只是我們要開玩笑說 姓咪很在意 姓咪表示你怎麼不送原廠 我再遠都可以送回來 雖然本來秀的也都是姓咪啦 對啊 好 以及你看打到後面 原物香到底有輸過哪一場 我真的沒有印象 你說有贏過還是有輸過 有輸過哪一場 其實 還真的是沒有欸 對啊你看他這一代還做一個戰甲版造型 輕甲 但我覺得表現真的是有點差強人意 好以及這檔可能 姓咪做 姓咪幫他做出出那個 零代玄 零代 零代玄解 對啊 銀票玄槍 對啊那一支太好看了 所以現場都有那一支 但是 你有發現那把槍的玄機嗎 哪一把 為什麼 玄槍的玄機 為什麼它叫初代玄解 因為它是所有玄解的綜合版 它的槍頭是縮小版的 銀票玄解的那把劍 然後旁邊的 旁邊有一個小小的那一支 那個是 飛鏢的那個模式 然後還有那個 銀票都會一個圓圓的那個像 很像盾牌的那個嗎 那給在上面 所以基本上 銀票玄槍的設計很妙喔 它是 它等於就是集所有的玄解 於一身的一個設計 欸我要先講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錄到現在已經錄了快一個小時 你知道嗎 是不是太多想聊的 因為當 安檔而且剛結束啊 好啦 我們今天盡量會把大概聊到一個段落 但是可能我們自己心裡 塞塞啦 就是有可能會分成兩集啦 好 大家可以持續來收聽 然後以及這一集之後我們可能會接續 繼續錄霹靂戰摩測 欸 對戰摩測真的很可以期待喔 對啊我們光在寫這些內容的時候 我們都想說欸 好像真的要周跟才有辦法跟上所有的人 喔對啊 對啊所以我們現在還在調整 可不可以看這一個Podcast的平台內容 尤其有些人在跟我敲碗的時候 可不可以每一周都有 我都想說 我好有壓力喔 對啊 欸其實我們畢竟是一個 就是社畜 對啊我們 盡量啦我們盡力完成 還是大家又來就是無仇來應徵騙師 我們 我們就盡量把那個多錄一點讓你們來做這樣子 是 尤其我們現在錄了當下 其實我們才剛下班 對啊 其實是抱著一個剛下班的心情 然後聊霹靂 對啊 那 其實我們聊了這麼多 我現在想要替 冰封絕點 欸 避寫玄黃 霹靂冰封絕之 避寫玄黃 所以 欸 他就是寫冰封絕下一部啊 所以大家可以 我告訴你編劇 下一次不要再用霹靂冰封絕之 避寫玄黃 你們呢 有一個成績單路漂亮在前面的 所以 不要再那個 對 請願取一個新的名字 而且避寫玄黃有個暗語 叫 綠紅 黑黃 避 避是算紅色 欸 避是綠色 血是紅色 噢 宣華 噢 真的是我看網路討論區 我看到有人在打暗號 所以大家 我們也是會偷看網路討論區的喔 你們打哪些暗號 我們都看得懂喔 好啦 我要先講 就是避寫玄黃 整體的一些我們想要提點的 改進的點 嗯 其實前面有講到的是 劇情大綱上 我覺得大綱真的是 請邱大綱 幫忙 就是在幫忙審查一些劇本的 討論內容 可能要再稍微周群一點 嗯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在初期 在分配的時候就 沒有討論好 嗯 就好比說 我們可以知道神道線 那一條線 最終的大魔王是 徐宇 對啊 然後灰魔線 就是以奉上 對啊 然後扯到因果輪迴的 為做一個主軸嗎 是 那避寫玄黃 理論上應該是 禁玄會是一個很大的主線 它卻沒有一個 就是 很強大的威脅性 對 它的篇幅就沒有這麼重要了 對 它就是 被其他兩條線 表現得太好了 然後搶走了 以及中途很多場戲 都是以 灰魔當成最主要的威脅 哦 對 對啊 你差不多 可以從二一到三十 嗯 全部都是以 灰魔為主嗎 而且 明明好像 就會 明明都是以幸運取勝的 灰魔狀 可是卻好像 表現卻蠻亮眼的 對啊 對啊 就像 對 你看說對了 灰魔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戰績可 對啊 你看連那個金氏七狂 剛開始的時候 竟然是 單打問菩提 還會打輸 對啊 那其實這個時候 其實我已經對灰魔中的 期待度減低 對 我就覺得 哦 那他們的清洗 其實沒有什麼好怕的啊 以後七狂再來 就叫問菩提去擋就好啦 可是 那 編劇有解釋啊 因為他剛使用完地獄鳥的 能力 哦 能量 所以他沒辦法 這麼快速的去 哦 有解釋喔 有解釋 好 我 我miss掉了 這個有解釋 這個在 為什麼 問菩提能取勝 以及是說 後面 近世七狂還有 自我檢討到這件事情 嗯 之所以能讓問菩提 贏那一場就是 問菩提捡尾刀 哦 他是算捡尾刀的概念 對啊 所以其實這一點我覺得還好 嗯 只是 相對來說大 灰魔在圍毆 佛劍 沒有一場贏的 我真的是覺得 他媽真的很可憐 對 因為為了營造佛劍的牆嘛 因為佛劍 贏或輸都會有人說話 嗯 那倒不如讓大家就是 對佛劍的成績感比較 好一點 對 其實我覺得他變得有點像是 給佛劍的副本了 對啊 佛劍真的這檔 就是 夠強 可是也相對來說 是討論到一個問題啊 嗯 因為你很難拿捏那個分寸 對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會落在大綱的身上 你要如何去 我覺得冰封爵很明確的 你在超十至八級就有一個大專者 對 所以大家就會期待說 哦我到了第八級 會有什麼樣子的彩蛋 對 那時候這樣分嗎 可是避寫玄黃 他感覺就是想說 每一周到一個爆點 對 可是那個爆點就會顯得有點 薄弱 因為不夠 不夠有鋪陳感啊 冰封爵在前面六集 很令人詬病的是設定太多 對啊 可是你在第八集之後 就全部每一集都是爽 爽片 避寫玄黃 嚴格來說他每一集都是爽片 嗯 可是你不知道為了什麼爽 對有點變得沒意義了 對啊就是 邱大綱當初也打跑票說 這一檔寫得很不一樣 但是 確實不一樣 就是 可是這成績其實我覺得不漂亮 對就是我覺得這可能是 戲名想給大綱的一些建議啦 嗯 我們可以看得出 避寫玄黃很用力在寫 很用力在拍 對 也可以發現 就是大家沒有 所謂的 東里在拍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更多場高畫質武戲 對啊 甚至 也相對於 蒲尾的這個片場就會 壓力就輕了一些 他們就可以拍更多內容出來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有感的是 有時候有些高畫質武戲 贏過 不一定比 霍尾片都好看喔 霍尾片是 拍的也很猛 你看那個尊符那個轉刀 對我剛才要講 有默契 對啊 真的好看 好帥 帥到歪掉 而且其實我發現現在在拍武器的細節都做得很好 像最後那一場 問與菩提他們 問與菩提 佛劍芬說跟問菩提兩個人打奉場的時候 有些小動作 像比如說用手去彈 去打掉他的手 然後再打下一掌 這些小動作都是有做到的耶 對啊 你看大家如果有去看幕後花絮都可以知道 現場多用力在拍攝 對 那個每一咖的每一個動作 大概都至少咖了好幾次 對啊 所以大家多少還是用實際的行動力來支持 現場 因為其實現場真的是 投注的成本絕對是比其他的戲劇少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在我們討論完大綱之後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給編劇的個人意見 嗯 就是我覺得太平血系很明顯的會有太平的形狀出來 對 但我覺得這不是件壞事 可是久了會讓人家有點麻木 就是有一些比較詬病的地方啦 好比說台詞常出現的 是 從仙魔時期我就注意到這兩個字 嗯 中文 中文 中文然後中間 嗯 就是好像你突然要做一個很大轉折 你要插入這句話 好比說那個時候第一次我最有印象深刻 這兩個字是 紅塵雪 嗯 紅塵雪跟那個 孤星淚打那個 玉良皇 那時候 紅塵雪快輸了嘛 即便他已經用出那個洛神天子合一招式 對 結果沒想到喔 玉良皇又給我開副本 對 然後這個時候孤星淚來救嘛 結果地罩飛過來 中文 然後地罩 出現 對吧 對這就是他的一些他的問題所在 對阿我覺得在這檔會更容易被放大 因為嚴格來說就是大家對競選的放大檢視 以至於這些台詞的詬病會太多 嗯 以及像你前面提的 有時候台詞點到就好 留一點想像空間給細膩 對 會更好嗎 因為 我聽到的時候 就是好比說你剛才說你很喜歡 那個搜目 搜目 對 就是那一段空音然後大家喊 slogan 就是喊說這就是 對 唯有避邪撒單親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避邪擔心喔這樣子 對對對 其實這個是好的 但是 太多了 對有些後面就太多了 所以就是話老也要稍微修正一下 對 但是 對但是真的話老這一點真的是 他一個 蠻大的一個缺點 也有可能是他想要衝那個量在吧 就是一句話猜成三句用 可是 就會覺得太多了 嗯 就是不用每個角色都有台詞啊 我 比如說我看到天見飛天 我就知道他在現場 我不需要他特別講話 嗯哼哼哼 懂嗎 就是 對啊 這個我們也特別提到的就是說 有很多角色他有所謂的外掛性質在 對 尤其在競選線更有這樣子的狀況 嗯 那好比說天地主宰就像我們前面說的 那個氣功波 我覺得魔王用所謂的電腦特效來做一些武學 我是不怎麼排斥 可是 就是你揮了好幾球 然後打不死幾隻蚊子 就會讓人家覺得 有點可惜 還有一個是他在運招的時候 他站在那邊運 雖然說潛規則啊 在運招的時候都不會被攻擊啊 對啊 但是 然後喊然後大家還會害怕說 怎麼辦現在要做什麼 對那可是就覺得 這就有點多了 其實 我覺得還不如就是他運招的時候 你可能快速帶過一些反應 然後讓他們做出即刻的反擊 這樣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對啊 就是大家趕快 就是也許他即刻反擊 然後讓自己重創 那都還會比較有張力一點 對啊 然後就 雖然說我 雖然對句像剛剛講 他把那個BGM拉掉 然後就是樂舞缺單口這樣講 這個台詞 其實是好看的啦 只是那個氣氛營造很好啦 只是 台詞真的太多了 對台詞真的太多 然後以至於 這也是有一個戲米寫的 我就今天有稍微念出來 嗯 就是他原本很喜歡樂舞缺 對 而是因為這檔樂舞缺後期的表現 就還把分數倒扣光 我會覺得很可惜 樂舞缺這個角色啊 尤其我自己也是一個 算很喜歡冰封決的時期的樂舞缺 嗯 這應該我們前面有聊到啊 對啊 我覺得樂舞缺留在一個很美好的印象 就是 他得到了一切 也失去一切 嗯 所以他沒有什麼好失去的 他更珍惜現在 他就會去更加的 去積極的做更多事情 所以在碧雪雪狂一開始有體現這個個性 對啊 他變得比較積極一點 嗯 但是我更喜歡的是他在冰封決最後一集 抱著膽親抱著 喔 情星 就是說還好有你們 對 對 其實這點我是蠻讚嘆太平在寫有關於就是 就是 情感的戲嗎 對 其實這種就是他有一在直播講 那一次直播我聽到有點 我有點含淚 就是他講的是有關於就是 嗯 死去對一個人就是一個折磨嗎 你是很痛苦的 但其實對於留下來的人呢 他們的心情有怎麼樣 對啊 就像這次他這種莫喪行的歌詞 就也有寫到 對啊 我其實是覺得他寫這一塊是寫得很好 所以呢 最後結尾我還是有問 樂無缺落下男兒淚 我覺得這首歌有讓我 應該說當初在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有預感啊 嗯 我的推測點就是覺得 他是不是想收掉樂無缺 欸對他真的被你講中了 因為其實這首歌的歌詞很像在講樂無缺啊 因為第一個我所親愛的世界 所以也他就在最後也有講 也有講這個台詞 對啊就是我覺得太平在寫一些戲可以 感受得到他想要留給觀眾的彩蛋 然後去連接所有詞 對 但是也許現場的搭配不是跟他想像的一樣 嗯 那我覺得有時候 有點可惜啊 對算很可惜 以及說我不知道 編劇能不能要求現場達到一些事情 就是這個是我一直在看布萊西的疑惑 嗯 因為以前我在 我知道布萊西拍攝的方式就是劇本先出來 口白先錄製 現場來拍攝 對啊對啊 然後前置作業可能更多 就是可能像木偶造型那些都是在 凝架這些 就是劇本之後 口白以前 就要做好的事情 對 那以至於到現場 他們就是拿到什麼樣子的東西 看到劇本 好我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也曾經看過網路 PO過劇本 比起一般我們在拍戲啊 比起一般劇組拍戲 嗯 不然其實劇本相對來說簡單很多 嗯 就是他們不會給太多的指定動作 他除非就是說 他只有三角動作 對 就是他三角動作就是只是說 這個時候 他要去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可是他不會跟你說 請拿取茶杯 然後跟對方敲 我覺得阿 你講這個 要看跟哪個編劇阿 小到消息顯示 周朗的三角動作都非常的多喔 可能都比台詞還多 那我覺得這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對 也許這就是跟編劇的風格不一樣 對 但是 能不能把這個風格 拿捏得很好 就要看編劇的功力 為什麼我會特別提這件事情 是我今天傳了 紅 霹靂一閃 給我同事看 他說 這樣可以嗎 霹靂不安心都可以拍得這麼free是嗎 我說 喔 他們free是什麼意思啊 所謂的free就是說 可以參考別人到這種地步 當然可以阿 我想不行 沒有 可是就以 一些創意來想 他其實有點像是剽竊人家的創意 是喔 但是也有人說 其實我也是看到有一個導遊有講到 這個不就跟以前 就也拍過阿 以前也拍過 但是其實 對於有些人 就會覺得 哪一個印象最深刻 阿 我懂你要說的 就是像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也傳 因為那個社團 也不是霹靂的社團 不是布袋社團 他就是把易天玉 動手術的畫面傳在 然後他們說 也太扯了吧 布袋戲演到動手術喔 對 就會自類的這樣 可是其實 這個N年前早就這樣演過 對啊 大驚小怪 那個 如果動手術 還沒有比人形師兇殘 人形師還真的是開刀 然後開了一個傷口出來 對啊 真是一群用之淑粉 沒有啦 就是我覺得在 就是片場的拍攝方式 也許 編劇可能要多琢磨一點 這場 要營造的感覺 尤其在碧姊玉 更廣泛的運用到 舊配樂 喔對 從 冰封曲好像開始就這樣 你看布軍商的武器曲 直接變天地主宰的武器曲 對 還有那個 而且那個是誰 那個 白旺姬武器曲 直接變鳳桑的氣勢 可是我覺得滿適合的啊 對是滿適合的 對啊就是有儒生氣質啊 對就是覺得喔 喔這首好有好有首喔 對就是我當時還聽錯 我以為是佛工詞的 風雲雨 很像啊 兩個是很類似的 就是輪檢的配樂有一個 基本印象在啦 對有一個他的輪式風格 輪式風格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剛才前面配樂 也都是給 不一樣的風 不一樣的人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在 畢血懸狂來說 如果給我打整體的分數 我覺得他可以是在 65分 喔那我 那我給的真人次 我後來給的分數滿高的 你給多少呢 我覺得你會吐息 我給到85分 85分喔 對 我覺得我能理解 可是我會給到65分 是因為 在很多地方 我覺得是可以修正的 喔可以再好一點 就好比說我覺得 你剛才我剛才提到的 天地主宰 他沒有自己個人配樂 喔對耶 一個魔王 就是反而是他的分題 優名無名 然後配樂多到一個歪掉 對啊 出到族曲耶 對啊出到族曲 當然就會想說 喔優名無名就是天地主宰 可是天地主宰應該要有一個 專屬的武器曲之類的 應該要這樣才對 或者是他就應該要一直用 優名無名的套路去演 對啊結果反而一直放 還有那個末世錄片委屈 那末世錄片委屈 我真的是不要 就想說不要鬧了 已經用到第三次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就是你可以用到 我覺得唯一適合的一場 只有他開大絕 就大家沒有辦法逃了啊 喔對 他開啟電腦動畫特效大絕照的時候 我就想說 電腦動畫 對啊那一段全部都電腦特效 你有意見嗎 沒有我只是覺得 也其實有非常的好 我只是覺得很好笑 就是一隻牛在那邊撞一顆球 對 然後後面那個一個艦船 衝過去撞破 對 然後情星就 對水龍 贏了 對 破招 對啊你看那是不是就 讓我扣掉很多分數了 對真的扣滿多分 就是有些解的分數啊 好比說 我覺得宇靈兒相對來說也是一個 他不算加分也沒有到扣分的角色 嗯哼 但我覺得他算是拿捏得很好的 喔 我想說 所以這個意思是 他沒有毫無表現可言 我覺得他拿捏得很好的原因是因為 可能會有人想說 他是劍風雲復活的動 就是 喔 我倒覺得他應該是比較像轉世的概念吧 他是轉世 然後也真的是像劍風雲自己自嘲的 好好照顧我的弟弟 喔 沒有血緣關係的弟弟 對 但是他是被抱著期待誕生的 要給這一個 欸 毫無幫助的年輕人一個 新的機會 嗯 所以其實樂無缺在這檔 我最喜歡的劇情線還是以 親情為主 因為那個親情轉嫁在 宇靈兒身上 嗯嗯嗯 因為他 相對來說他投射出來一些劍風雲的感情 可是 他知道他不是劍風雲 嗯 所以他有拿捏住那個衝動 然後可是他也是盡力的對這個人好 對啊 不懷疑他的動機 當然他有懷疑過 可是他更相信是說他可能真的是一個沒有任何的心機的角色 嗯 對啊 那我覺得在35分裡面扣的其中一環是配樂 嗯 我覺得配樂有一點就是 我覺得廣泛利用舊配樂我不反對 可是我覺得在事實的可能要調整一下這些內容 嗯 尤其有時候會很常聽到很 有一些歌曲 我就會覺得這還好嗎 好比說布君上武器曲 真的是我們從冰封爵就應該有聽到這首歌了吧 對 然後在蠻多檔系都一直用到這首歌 但這首歌我沒記錯也是影劍四七老師的配樂 對 所以其實我不討厭 可是會覺得他用的太多 嗯 也許老師們還有其他新的鴨香寶可以用啊 但是 不要 就是好比說有些配樂明明做給這個角色 可是卻沒有用到半次 好比說 奉賞的武器曲 嗯 哪一首 你是不是沒印象 啊 有這首歌哦 你聽八十七有一首歌是他的配樂 啊你說什麼執著知狂嗎 對啊 他只有用在最後一集其中一段 然後其他 對啊其他段都還是用那個原本 那些歌曲我都知道不是他們原本的配樂 都是有 既有角色 對 所以大家會套入一些 基本的認知狀況說 喔這個是別人的影子 嗯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配樂可以 稍微挑戰一些 我覺得最近霹靂也有做一件事情 啊變奏曲變多了 啊對 好比說我們的 呃 預告 喔我一定要說倫迴怨 倫迴怨有做變奏曲 他只有做演奏曲啊 對 再來就是預告曲啊 啊預告曲那一首 對對對對對 最近呢 就蠻多配樂都是用 嗯 就是變奏版 我覺得這蠻好的啊 因為以前江湖血路就蠻多種這種 不同版本的配樂 對 他的片頭 他的片頭就有好幾個版本啊 有抒情版 有悲傷版 那都是可以 但是在劇中是用的是很 很剛剛好 對啊 就是串場的來說算很好啊 嗯 尤其這一次的 預告曲算很多種版本 一個是 比較激昂一點 就是悲狀感 嗯 還有異式版本 喔對 但是都會在同一首歌啊 可是他就是做不同 對 變奏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配樂 就是有好有壞 但是我覺得這點是 也許 樂曲老師可以 稍微再討論一下 或是說跟編劇 跟公司討論一下說 後續的配樂要如何走向 這一點也是我覺得在看戲 會影響到我們情緒的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會不會是他們老師 現在也沒辦法做這麼多曲子啊 你說 你說倫姐比較在做歌搖版的事情嗎 我不確定欸 因為其實好像 這樣想會不會是他們老師其實 沒辦法產這麼多歌 已經有點緊繃了呢 我們不確定 嗯 好啊我覺得這個只是我們給的建議啦 我們也不能多說什麼 對啊 對啊那其中還有一個 最後我就光劇情分數就是 冰封爵的印象深刻 所以我冰封爵我可能就是給90分了 所以我不可能高過於冰封爵 是 就那10分一定是給他們有一個改進的空間 是 那給到65分我覺得就是因為冰封爵 給你的期待 給我的期待 所以他就已經是被扣掉一些印象分數 但我必須說這一檔的高畫質武器 也相對來說比較多看得很過癮 可是有些高畫質武器也是為了拍而拍 這一次到曹林雀開設 我們發現土庫片場 也就是我們所有電影組 特別拍攝組 嗯 他們投入的資源更多 有時候一般文系也會有 嗯對 那曹林雀就蠻多的 好比說邵陽君在那個印天輝目前那一段就是 高畫質武器 欸高畫質的 拍攝 對啊 所以就是 欸就會覺得 嗯 在拍攝上蠻好的 可是 有時候會想說有必要嗎 呵 對啊就是 好比說 就會覺得有點多了 因為我卻PK謝天賴在那個 立貨解封的那個地方 嗯 那邊前面其實好像是 也是高畫質拍攝 對啊 可是有點薄弱 對啊有點薄弱 那如果說到高畫質武器 這一檔有哪一場高畫質武器 你特別印象深刻 嗯 我的話是那個 問補體跟氣狂的那一場 喔 如果你剛剛講起來我好像也是這場 因為我居然瞬間想不起來有拍過哪些高畫質武器 其實因為真的很多場 可是 因為我記得這檔真的是 每隔兩個禮拜就會有一場 對幾乎 甚至說每個禮拜都有一場 欸甚至有一集會有兩場 喔對啊 我們剛剛講的那一集其實就是 就是 就是 剛剛拍完 月無缺跟 謝天萊 然後 同一集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場啦 喔對 然後還有那個 對啊 如果硬要說還有一場我覺得也打得很好 嗯 靜濤軍 喔斷後的那一戰 對啊那一場也蠻好的 喔那一戰真的有把那個 絕望感做出來 就遇邪感有做出來 嗯 如果他真的收了我真的會覺得 嗯 有悲壯 其實我現在目前總結下來我覺得 跟這位道友寫的評論有點像 就是我覺得霹靂有想要改變證據的 的品質 跟呈現方式 尤其受過神戰線荼毒那麼久 啊對 你知道其實就是你打壞一個分數 你就是必須要用更多分數去補足 對 就以動機風雲來說 退坑了多少戲名我們來講 嗯 對啊動機風雲能夠撐下來 大家都是一個勇者 啊對我們都是勇者 對啊 刀劍春秋你還看得下去 就是真的算很厲害 嗯 而且刀劍春秋也很大膽的挑戰的一件事情 是改變收視習慣 不再以一周 一周兩集推出 雖然現在又變回一周兩集啊 對啊對啊 可是就是你知道就是有 還是有做一些改變 是 那我覺得就是霹靂在目前現階段 有感受到他們想做 證據的改變 讓人家說喔 平常看這兩集是能夠過癮的 能夠有 有一點討論度在 對 有點像以前我 好就以天啟來說 為什麼我會 這麼印象深刻這些事情是 每次天啟一出完隔天 討論區就會有人寫說 這一集收了哪些角色 又有誰死了這樣 對這集登場哪些角色 那那個每天都會有出現 嗯 那我覺得討論區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 欸這個 這一個段落 嗯嗯嗯 對啊好比說 霹靂一閃 斬斬尊負 那一段也真的是 我現在看討論區最高的就是這一段 對啊真的是好看啊 就是好看 好看的話大家就會 就會去提到 但是其中不少問題 就像剛才前面提到 劇情的分配 可能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些 嗯 以及事實的要發現改善 我覺得像 據我所知 現在看起來好像 那片場已經沒有像以前那麼趕啊 嗯 我記得在消亡論戰時期 曾經遇到過 可能這集剛拍完 下禮拜就要出了 對因為那時候遇到大火嘛 對啊 那一直以來我就會覺得 再從消亡論戰之後 看我都會覺得 布萊西的品質有點像是 趕火車試拍攝 嗯嗯 因為一直追不回來 沒有像以前像 刀吉看魔路之所以成功 就是因為他領先的一檔半 對 所以就是 我們看起來就是覺得很棒 所以 他可以花更多用心去要求現場說 這段怎麼拍 或者是他們在劇情上的想法 對啊 比較有時間去討論這件事情 對 所以現在我覺得分組 我覺得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對啊 那這就會提點到一個問題 就是劇情 以及說大家拆開來看 當然不陌生 只是 我們會建議啦 下一次 就是 辟邪玄黃 他有點像是 承接 競旋錄 承接冰封爵的劇情 嗯 但是其實冰封爵算是一個全新的劇情喔 他並沒有承接競旋太多 對 他只有延續設定 但是你從這一檔開始看 從 劍風雲登場 重新解釋過 競旋 嗯 競旋的意思 所以我會覺得 在辟邪玄黃 應該要有一個提示 好比說 我在前前一檔做了什麼事情 這一檔我又繼續做了哪些事情 啊你說的就是很像隔壁棚的前導嗎 對 我覺得前導要做到的是這些事情 每一集就是做一個前導 就是每一步 不用每一集 啊每一步啊 就好比說 站摩車他就做到這件事情 因為奧神週 超跑情人夢 跑到那個 練魔獄跑了一檔半 對 所以 他這一檔承接就是 當然是從他跑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以及這段時間要做什麼事情 以及未來的危機有哪一些 先提示出來 嗯 點出 破題 對啊所以大家就會知道 喔這檔我要看什麼東西 以及是說 就像 有舊角色的話 編劇要更小心的是 新戲迷認不認識他 嗯 因為可能有些戲迷他知道天魔 可是他沒看過天魔的戲 所以他就會把天魔當成新角色看 是 對啊所以這個就是要注意的地方啊 也是我們對戰摩車會 拿放大鏡檢式的地方 對 因為太多個舊角了 對啊太多個舊角 我們就希望 欸 白無垢 能夠有什麼樣子的新的表現 對啊 我覺得 他以前的戲路 復興魔界那一邊 真的非常精彩 對啊 那麼現在會不會再有一次呢 所以這邊就要特別提示的就是說 呃 我覺得霹靂有開始要做所謂的 種植 也重量啊 喔對 但是我們會希望是更種植 再重量 嗯哼哼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對碧血玄皇的想法 是大概是這樣子 對 對啊 那你還有什麼想補充的嗎 應該是沒有了 對啊 所以就是 希望就是 太平 逆靈 然後 易雲 然後邱大綱 對啊 但我覺得他們這組可能也需要新人啊 對啊 需要 我覺得有一個新人要能夠 幫忙一起寫 對啊 因為他們這條線我覺得應該是 不應該是這個表現 我覺得另外一個是大家會有一個 既有的套路在看這一部 嗯嗯 就好比說我看神道實現 我就會把他套路易天玉 易天玉對不對 對啊 就是他有很多戲路是蠻重疊的 對啊對啊 但是相對來說是 是我吃這個口味 嗯 對然後再來是那個 灰魔線就是佛劍 就會套路 彈無欲 對啊其實他就是帶 其實我覺得易雲如果來要面對挑戰是 他帶的舊腳 因為其實我必須得老實說 他帶的舊腳會成功的是因為 他的舊腳都是需要被平反的角色 喔對 你看彈無欲還有佛劍奉兩個都是 在看之前的玄真君 喔對 其實這些都是需要平反的角色 所以他把他寫好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因為這樣 欸可是他也有少數寫的很好的新角色 少數這樣子是不是有點太貶低的啊 對但是說實話真的是這樣啊 他不是說唐爵啊 唐爵就是他寫的啊 對唐爵是他寫的啊 然後那個啊 眼王 嗯 就是紫色那種 紫色那個眼王嘛 眼王也是寫得很好啊 所以其實他未來的挑戰是這樣 我覺得是於他的原創力 對原創力要稍微再稍微看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看新角色我就奉賞他算寫得很好啊 對啊對啊對啊 就奉賞不錯 可是就是變成是有些角色會變成是 還可以再更好啊 但是他惡區位很多 對 例如進入啊 進入給你的勇氣還是七去寶數 對啊欸這些都是他的梗 這就是他的能力所在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看戲我們需要的一個元素啊 我們不希望看戲都是沉悶悶的在看 是 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欸 講到這邊就是覺得避寫懸黃 還是有很多可以看的點 對 那更多的內容我們 可能也許之後還會繼續聊下去啊 是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我們會做一個影片版的總結 是 可不可以看 那今天聽完這樣子 大家覺得可不可以看呢 嗯 我還是覺得可以看 我覺得是可以看啊 那 之後我們再看有什麼樣子的題材可以去補充聊一下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處跟我們說 是 那我們今天的bonus場 可不可以看 就到這邊囉 是 今天這一集應該蠻長的齁 就騙師想殺死我 我還沒叫他上字幕呢 對 但是這禮拜要剪好喔 是喔 我的 我的跟騙師喊話 有聽到吧 有的有的 好啦 那我們每個禮拜六晚上八點都會上傳到YouTube跟Podcast平台 是 那喜歡我們的都可以透過留言跟我們說 或者說給我們點贊 或者說給我們五星評論 是 或是按讚加訂閱 對 按讚加訂閱 讓我趕快衝破一千可以達到盈利條件這樣 是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啦 我是Gavin 我是阿體 那我們下周見 OK 有點興趣 好啦 掰掰